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謝媒體朋友們 感謝關心藻礁成王的夥伴們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搶救大潭藻礁第111場的記者會 成門我們今天到場的來賓還有 在新聞稿裡面你可以看到我們也有書面的稿子 這些來賓其實都是今年6月4日 有跟總統在總統府見面 並且都向總統提出要搶救藻礁的訴求 當天總統也給我們兩個承諾 一個就是他會創造雙贏方案 第二個他馬上要求李俊毅副秘書長成立溝通平台 李俊毅副秘書長也在6月16號到我家親自來說明 聽取我們的意見 最後他也告訴我們在溝通期間 會影響藻礁的海上的工程一定要暫時停工 這些美意在這兩個多月來我們發現到完全成空了 為什麼會成空呢 我新聞稿裡面有許多的內容 記者們可以慢慢的觀察 那我們很痛心的就是說 為什麼817萬民意的總統他下的旨意 沒有辦法對行政體系造成實際上的具體的要求 具體的成果 李副秘書長呢 對於中油公司繼續放沉香在傷害藻礁的事情 竟然告訴我們說很抱歉協調失敗 但是他說我們盡力了 817萬總統等於是特使一樣 他進行去這樣的溝通竟然會失敗 這讓我們非常驚訝 所以我們今天來有三點 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總統你失信了 總統你要負全部的責任 第二個我們同時也發現了這個問題背後其實有暗黑勢力 因為從中興大學教授莊秉潔 他是前能源與減碳辦公室的委員 他最近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公開了一份他說的話 這段話我現在請大家來聽一下 在三接還沒有電燈之前 就在我剛開始當那個農業委員的時候 我到中油去談過 對 那時候他講到最後我們大概七八個人在一個小房間那邊談 談到最後 那顧問公司跟我講 莊老師的確台北港比較快 對相對三接 那隔兩天之後 那時候陳經德當董事長突然說唯一選項 對 那後來隔幾天我就到了研討會去 去研討會的時候 那每次看那個 當初跟我講 他每次看到我都頭頭頭頭頭的 所以我是意思指的就是說 那個案子我是覺得是 真的被陳經德弄彈掉 對 那麼他現在大概 好這段話呢 大家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三接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而且是有 可以更早達成目標的方案 那就是台北港 可是為什麼後來陳經德強調 觀塘三接是三接唯一的方案 可是為什麼後來所有的政策走向 包括我們所有的協調 都變成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我們認為這個背後就是新潮流 因為陳經德只是新潮流意志的一個工具 他代表的是新潮流 整個體系裡面對這件事情的強烈的意志 所以我們會看到鄭文燦可以背信妄義 他就是不願意畫大潭藻礁保護區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看到 陳經德可以這麼大辣辣的說 只有觀塘是唯一的方案 然後我們就看到賴清德 當時行政院長的時候 明明專案小組已經把這個案子退回開發 他竟然可以在那一年的八月底 隔空喊話說要九月立拼過關 最後我們就看到整個行政系統 全力配合官派委員 就把這個案子呢蠻憨的通過了 然後我們還是繼續不斷的陳情啊 我們的陳情就有跑來總統府這邊 請總統兌現他自己的諾言 可是我們發現到 每一次我們前情回覆的內容幾乎都一樣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為了配合家園 只有這裡來得及 那總統的誠信為什麼都沒有人回覆呢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整個總統府的行政系統 是由秘書處在負責的 這個秘書處的秘書長叫做陳菊 他的副秘書長也是2018年 我們三接官塘三接這個案子的窗口 在賴清德說要立拼過關的時候 我不斷的打電話給他 他就是不接我的電話 這個窗口是個無效的窗口 是個配合新潮流意志的窗口 這個讓我們想到 817萬名義的總統是被蒙蔽的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 一方面也同情蔡英文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跟蔡英文總統說 你還是要負全部的責任 那這個責任現在來負還來得及 你要趕快的亡羊補牢 你應該馬上要求他們立刻停工 並且針對著最新的證據 和所有其他的爭點 召開聽證會 我們同時要在這裡宣布 本來我們在8月15號 也就是前天要辦理 送千杯要總統千杯的這個運動 但是因為李前總統追思會的關係 附近環境通通控管 基於今天我們要求蔡英文總統要負責任 不要再被蒙蔽 我們決定這個活動延後到9月5號 我們會照常辦理 那接下來我要請我們當年 6月4號當天一起在總統府 跟總統見面提出搶救藻礁的這些來賓們 請他們對這件事情表達他們的看法 首先我請我們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 何忠勳 黃老師 好 那個潘老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麼在那個搶救藻礁的議題 跟總統見面 是這四年的事情 然後這四年呢 每一次都在世界地球日跟台灣環境日 被總統奉為座上兵 到總統府裡面去談環境議題 但是呢 在2016年他就任的前夕啊 4月21日啊 他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呢 也提出啊 他捍衛環境的決心跟環保團體都是一樣的 等到到了總統府呢 各位如果對了那個環境的不滿啊 是可以拍桌翻桌的 但是呢他就任到現在 我們還沒給他拍桌翻桌 因為他每一次的見面啊 都是展現誠意 而每次的見面 針對藻礁的議題啊 四次當中啊 就有三次啊 花了將近呢 與會的四分之一到 甚至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談藻礁 也就是說呢 這個議題其實是環境環保團體的一個共識 那麼在今年呢 有很多的證據揭露之後啊 總統也特別重視喔 如同剛剛潘老師所說的 也請了李副秘書長親自到他家 然後呢本來呢 也不是負責的 文委會主委陳吉仲呢 也扛起了溝通的角色 但是呢 因為他不是耶穌主管機關啊 雖然呢 賦予重任 但是呢我們發現到所有的溝通啊 居然負給了行政系統 那就讓我們環保團體啊 去回想啊 那從2016年之前啊 他親自在桃園藻礁啊 的現場簽下承諾書 到他舊職前啊 到他舊時候 對環境運動的路線啊 一一的背棄喔 那我想看到這個藻礁 就想到90年代喔 我在台南我們反七七啊 因為反七七啊 保住了 黑面皮露的稀息地 所以現在旗鼓成為全國 那個賞鳥 甚至光光的重鎮 今天藻礁啊 就是桃園 污染海岸的指標 我們桃園的海岸啊 真正的乾淨的 沒有幾片 就是因為桃園的整個的 那個工業啊 非常的嚴重 而這個呢 藻礁呢 就是 搶救桃園 最後的一個希望 如果藻礁不熟啊 桃園的民眾啊 在開始隨著經濟跟社會的發展啊 但是他們擁有的海岸線 是可看而不可親近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來這邊開記者會啊 有很大的諷刺啊 照道理講呢 我們來這邊陳情 總統也是 不是 不是呢 那個 那個不事先知道 他應該 直接就到府裡去談 但是呢 到最後變成呢 有貴賓呢 淪為呢 在這邊呢 街頭抗議陳情啊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環境運動的悲哀 真相啊 就只有一個 真相不釐清啊 就變醜聞 那你謊言呢 一個謊言啊 要用更多的謊言啊 來掩飾 那麼 搶那個藻礁的保護啊 其實就是 真相不被重視 用更多的謊言啊 到現在呢 讓執政當局 起碼難向 而這個破壁效益啊 而將會 不斷的持續的上演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的記者會 之後啊 總統盡快的親自 跟 講究藻礁的團體見面啊 把事情好好的釐清楚 因為這裡非出面不可啊 你如果再不出面 那就是真正的 完全的背信 那麼9月5號啊 早上啊 10點呢 我們要號召了 關心藻礁的 1000個民眾啊 每個人拿一個杯子 來前面呢 呼籲總統謙卑 要謙卑 好 謝謝何老師啊 那 9月5號 我們要號召上千人 來這裡 給小英總統 跟他澄清 要求他 一定要 針對著藻礁議題 給我們一個 合理的交代 那接下來呢 我就按順序啊 我先請 我們南野新竹生態 保育協會 我們長期的義務律師 陳憲政陳律師 幫老師 各位記得朋友大家好 有關第三天然氣接收戰器 從上一次 東平8號的一個擱淺事件 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那邊的海象 確實如我們所述喔 它的海象其實是非常的糟糕 那在這麼惡劣的一個環境之下 我們直接就可以聯想到 將來如果三階是蓋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安全操作的日速 絕對比台北港或其他港的港口還要短 再加上它的腹地狹小 尤其是開發面積縮減之後 本來這個開發案 是要開發九座儲槽 現在是預計只有開發四座 然後環評只有通過兩座 也就是說本來是九座 現在只剩下兩座 這樣的效益 真的可以達到 天然氣供應的一個需求嗎 所以我們認為勉強在觀塘設天然氣接收站 事實上是不利於天然氣穩定的一個供應 在中永所提的這個一個修正法 我們剛好說過 四座儲槽兩座在岸邊 另外兩座會在海上來做私座 這兩座將來也是要做環評的 那我們都已經有很明確的說明過 在海上的部分 它其實還是在大潭的海域 它還是涉及到野生動物保育區的一個範圍 它也涉及到這個保育類動物 包括柴山多貝孔 包括台灣白海豚 包括這個小硬猴等等 它是會嚴重的影響 藻礁的一個生態系 所以我們嚴重的質疑 將來這樣的一個環評真的會通過嗎 它不會拖嗎 另外從安全的角度來看 這個我們有呼籲過很多次 中油三街它是鄰近大潭的環科 陶科 觀音等四個工業區 它裡面有上百家這樣的一個工廠 其中包括第三類的毒性化學工廠 一旦發生事故 這個當時都有評估嗎 我們完全都沒有看到資料 因此我們呼籲 政府應該要立即召開聽證 來厘清爭議 我們不是反對 新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是主張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應該蓋在正確的場子 蓋在安全的場子 在問題沒有離心之前 我們希望中油可以立即停工 謝謝 好 謝謝陳理事長陳律師 那剛才提到的有關蒙蔽這件事情 那我們下週呢 還會繼續再揭發一個 行政體系蒙蔽的事 這個醜聞 讓大家一步一步的了解 整個背後的集團 是用什麼方式在操控著 藻礁案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請我們從中部 特地趕上來的 也是今年獲得2020環境終身貢獻獎的 張楓年張醫師 搶救桃園珍貴的藻礁 請來參加 各位媒體記者大家好 那麼這個案子 我們可以看到 從環兵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問題是重生的 那麼剛剛有提到 六月四號總統 召見民間代表 也做出一些承諾 但事實上都沒有辦法做到 那麼這樣的話 很清楚地顯示出 我們的開發不僅這個案子 事實上很多開發 都是一樣必病百出 那麼第二點 身為國家領導人的總統 那麼我不曉得 是在虛應民間 那麼或是說 整個官僚體系 根本就不甩總統 這種建言 那麼在這樣子的話 我建議 蔡總統應該設法 想辦法 讓他能夠重新獲得民間的信任 所以我建議在這個案子裡邊 就剛剛有提到 亡羊補牢 那麼三接趕快停工 另外召開聽證會 那麼下邊 因為我差不多二十幾年 一直從事環保工作 那麼看了很多案例 我對於整個國家體制的運作 實在失望到底 所以我提醒蔡總統注意下邊幾點 那麼第一點 為了避免國內的這種生態環境日趨惡化 為了避免後代子孫的永續生存 那麼總統應該要求行政院 從上定出一個經濟開發之上限 換句話說 我們的經濟開發要有一個門檻 那麼這個上限 應該要把台灣的特殊地理情況 考慮進去 台灣的地理情況很特別 人格聰明三高水級 這些你不考慮進去的話 將來出問題 一定是沒有辦法收拾的 那怎麼去做到呢 要全方位的總量管制 那麼這個全方位總量管制 是包括三大面向 第一面向就是國土總規劃 那麼第二面向就是你水電資源 能夠供應量 你做不到的話 你不要拼命給它 那麼將來出的後遺症一定是更嚴重的 那麼第三點就是精進開發 一定產生水土空氣噪音等等污染 那麼這個 我們這種污染能夠負荷量 一定也要盤點出來 然後在三大面向都跟它管制 那麼除非如果超過遺和 除非我們有辦法把它改善出現遺和 這樣才能允許開發 這個方案如果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台灣的問題會永遠沒解 那麼第二點我想要提到的就是 總統是沒選的 但是這些工業開發 或者是這種什麼水對制的工業 這些都是真正的專業才了解的問題 那麼總統不懂 但是我建議 因為這個整個官僚體制的運作實在是大問題 所以我建議總統要矯正這種傳統的技術官僚 他不懂得了 僅聽上級的指示 不敢堅持專業 不敢對著上誠 即使他知道問題了 但是不敢講話 所以這樣的話這個問題就一直一直壞下去 沒有辦法解決 那麼另外我想我要提到的 其實台灣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產官學共犯結構 這個問題確確實實是非常嚴重 那麼這個共犯結構 讓行政體系裡邊 事實上應該有一些專業官僚 也了解這些問題 但是都沒有辦法 也不敢發言 所以問題都沒有解 第三點我想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要落實資訊公開 全民參理 但是事實上這個都沒有做到 特別是在我們的環品重大開發裡面 那麼我想第一我要強調的 這些謀鬼總是藏在細節裡邊 資訊沒有真正的公開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讓民間從 逆向來觀察找出這些問題 所以問題不會解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真正的弱實民間參與這個問題 那麼我剛剛講到了 台灣的官僚體制的運作事實上是什麼 可以講是病入膏 為什麼這麼嚴重 那麼真正的弱實民間參與的話 才有可能加以矯正 那麼專業的盲點到處都是 那唯有民間逆向思考 逆向觀察 才有可能加以矯正 你要從上往下都不可能的 好那麼我再要強調一點就是 台灣的專業事實上是什麼 幾乎可以講都是抄襲國外的 所以沒有考慮到台灣特殊情況 出了問題也不知道 所以它的錯誤是到處重換 一樣的錯誤到處再重換 那麼這問題是讓總統應該 設法從上想辦法去解決 好第四點 針對有爭議的開發案件 因為我們一個環境基本法 裡面有講到 這個經濟跟環保產生衝突的時候 是環保的優先 但是這是另一個 沒有真正的這種實行細節 所以根本就做不到 那麼這個公交單位 事實上還是在遷就這種利益團體 所以問題都沒有辦法解 好最後一個 第五點 我想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改變什麼 開發至上 不行為你大自然運作這種 舊思維這種作為模式 那麼應該要 還有圈悉的司法大自然 還有老祖宗的智慧 如果我們以現代的科技 還能夠司法大自然 老祖宗的智慧 那麼這樣台灣的問題才能夠解決 那麼也不會讓溫室效應的問題 一來加劇 那麼在台灣 我告訴各位 溫室效應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禮武還很遠 但是我告訴各位 過度開發 產生的這種 到處煙囪 出現這個熱導效應 污染這個效應 已經讓台灣自己去 已經快要沒有辦法生存了 所以我建議 蔡總統這個案子 特別注意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 特地從台中趕上來聲援的張醫師 那環保團體呢 其實一直都焦頭爛額 那不管是何老師 還有等一下要發言的徐世榮老師 他們其實昨天呢 都在外頭為環境為土地在努力 回到家都已經淚攤了 所以他們今天的新聞稿呢 就沒有摘要 他特地跟我說 就讓我現場來 跟各位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邀請我們 極為受到大家尊敬的 徐世榮、徐教授 來為藻礁發聲 非常謝謝潘老師 其實不敢當 那我想只是做一個公民 應該盡的責任而已 今天早上的一個心情啊 也要跟媒體朋友做個報告 也就是我們開記者會的地點 雖然離總統府越來越近 那現在呢 就在一牆之隔 那旁邊就是總統府 但是我的感覺 我們台灣人民 跟自然環境的距離 依舊是非常的遙遠 雖然我們離總統府越來越近 但是我們跟自然環境的距離 依舊是非常的遙遠 另外一個 媒體朋友們 如果你把你的眼光再往前面看 你可以看得到 那以往的所謂的經濟建設委員會 也就是經建會 它現在已經改名叫做國家發展委員會 就在各位的前方 就在各位的前方 那我們既然把經濟建設委員會 改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其中國家發展委員會 所追求的目標 就是要永續發展 那我們國家發展的路徑 應該要有所改變 但是今天的第二個心情 也要跟媒體朋友報告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會說 雖然我們離國家發展委員會 也是越來越近 但是我們離永續發展的路徑 且也依舊是非常的遙遠 這是兩個心情 先跟媒體朋友們來報告 那我們現在 大家都會說 要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已經變成是 大家朗朗上口 上面的一個口號 但是我們國家的一個轉型 除了這些過往的 不公不義的事情之外 其實涉及到了 剛剛 超風年醫師 所特別跟大家講的 我們的發展的思維 我們發展的路徑 都必須要改變 也就是我們國家 對於所謂 什麼是我們的公共利益 應該有另外一番的思維跟權勢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以往都是當權者自己在決定 我們都是有權有勢的人 極少數人在做決定 他們就幫我們決定了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桃園藻礁 這個天然氣接收站 也是一樣 我們民間的聲音 根本都進不了 真正的公共政策 決策的過程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嚴重的 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都非常重視 所謂的專家的意見 少數行政官僚的一個意見 但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的專家 在我們的民間 其實是非常受到鄙視 我們的專家 往往都是專門在害人家 我們的專家 沒有真正的去聆聽 人民的聲音 或者土地的聲音 沒有說要跟人民來對話 而只是頂著所謂的專家 教授、博士 或是什麼的一個頭銜 就要來決定我們國家的公共政策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對的 也不應該的 也就是我們以往 以工程掛帥 以技術掛帥 來詮釋我們國家 什麼是公共利益 的這樣子發展的迷思 應該要徹底的改變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公民團體 一再的要求 應該要舉辦聽證會 行政聽證會 為什麼我們一再的要求這個 那其實這不僅只是在觀塘 藻礁 不僅在環境的議題 其實在很多土地徵收 重劃 都更 其實也都面臨到這個相同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公共政策的行政的程序 一直都還在排除人民的參與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什麼樣的公共利益 依舊是由極少數人在掌控 這是我們國家 我覺得這是國家最大的危機 因此我們很要求 已經有很多的案 不只徵收重劃 然後呢 觀塘藻礁 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也要求應該要這麼做 我們不是反對你要有天然氣的接收站 如剛剛陳律師 特別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只是 我們大家能不能溝通對話 是不是有別的替代的一個方案 就如同土地徵收 必須要是最後最後破不得已的手段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安排 是否是最後不得已 破不得已的手段 那其實我們內心都知道 其實還有別的替代的方案 其實環境影響評估很重要的 就是要考量是否有替代的方案 但是我們的國家 重來是民進黨主政 講這個話其實是有一點不禮貌 但是卻是非常實際的 我們離過往 國民黨威權統治 經濟發展的思維跟路徑 又有什麼樣的差別 講這個話其實是非常嚴厲的話 但是深刻的體認 我們的發展的路徑 其實沒有改變 縱然已經由民進黨主政 縱然我們可以站在總統府的旁邊 跟總統府只有一牆之隔 縱然大家的眼前都可以看到 所謂的國家發展委員會 但是我們的發展路徑 其實沒有改變 我們依舊是在遂行掠奪的發展路徑 我們掠奪不僅是人權 我們掠奪也是台灣的自然生態跟環境 這是非常痛心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我們要再三地呼籲我們的蔡總統 你應該正式這樣的課題 正式這樣的課題 至少給我們一個行政聽證 至少讓所有的資訊 能夠公開透明的 能夠讓我們的國人知道 至少請那些所謂的專家 請你們來說服我們 如果你們真的是專家的話 再講一遍 專家應該要跟人民對話 專家是要來討論溝通 來說服我們 而不是高高在上 而不是要來遂行掌權者 利益者 私人的意志而已 這個是我們再三強調 至少給我們一個行政聽證 謝謝 謝謝徐老師用這麼溫和的語氣 來表達他非常堅強的意志 這麼多年來我們看到他的身影 深受感動 藻礁 一樣受到他非常多的關注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請我們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執行長 也是長期的環境守護者 張宏林 張老師 可以 謝謝老師 沒關係 那我實在沒有辦法像前面我們這些前輩 這麼心平忌合的說 2020我們剛剛張醫師有提到 2020在民進黨主政的狀況之下 我們通過環境基本法 環境基本法就是台灣環境的憲法 裡面明定一旦當經濟跟環保產生衝突的時候 政府必須以環境做為優先的考量 民進黨你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公然違憲的事情 你現在在做的就是公然違憲 這是民進黨的台灣本土價值嗎 過去你在批判國民黨的部分是 他們把台灣只是當作反共復國的踏板 沒有辦法深更進入台灣 只是想破壞壓榨台灣的資源 過去日據時代也是如此 當民進黨認為台灣是自己的國家 非得跟台灣來共存的時候 難道台灣的環境不是你必須永續共存的條件嗎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根本就跟過去所做的 國民黨所在破壞環境的 沒有兩樣全部都在壓榨台灣的土地喔 另外我覺得悲哀的是 過去都說連任的總統會更為無懼 更敢做各式各樣的這種改革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果是 蔡總統你事實上更早被架空了 從我們看到司法改革 陪審參審的部分 你就已經在目的說 底下的人沒有人在聽你說話 怎麼他們跟你報告的 跟實際上民間的反應 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立法委員集體收尾 而產生他們認為是民進黨內部派系的開打 現在我告訴大家 我們認為藻礁也是如此 我們的政黨委員集體沒有用 基本上還是換不同的人在數鈔票 備案還是有一些暗黑的財團 或特定利益的人在掌握台灣的資源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備案 如果我們蔡總統要證明你沒有被架空 你認為這件事情你真的是無辜的話 請你就用藻礁這件事情來證明你的無辜 請這件事情做釐清 所有的團體的呼籲要求很單純 我們再次說過不是不能去蓋這些天然氣的接收站 我們要求的是把所有的問題真相 所有的專業來釐清 我們希望背後不要有利益糾葛 補充我可以預告這件事情 會有更多的政治人物被起訴 這件事情一定有背後看不得人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未來如果要佔大位的人 你們在這件事情可能有絕大部分的人都有牽涉其中 如果你想要做更大位 就請你在這件事情放手 不要再失誤急迷不悟 謝謝 謝謝洪林 這麼鏗鏘有力的來聲援我們的藻礁 那今天是在場的夥伴的發言 那我們也有書面的意見 是其他幾位當天與總統見面的夥伴 那這稍後呢 我再來主意的念 因為他們有交代我要在這裡念給小燕聽 那我們記者會的最後呢 我們就來喊口號 這口號呢 第一個就是亡羊補牢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現在進行還來得及 也就是城鄉雖然放了七八個以上了 但是能少放 藻礁就少破壞 請蔡總統亡羊補牢 第二個要亡羊補牢就必須立即停工 那要解決這些所有的爭議 就必須召開聽證 所以我們下面喊三個口號 亡羊補牢 立即停工和召開聽證 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 立即停工 立即停工 召開聽證 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 立即停工 立即停工 召開聽證 召開聽證 好 那記者會的部分呢 就到這個地方 如果需要專訪呢 可以找我們的來賓 那接下來呢 我會朗讀我們所有沒有出席 但是有書面意見的夥伴的內容 那如果公共事務室這邊呢 有長官要過來接我們的今天的新聞稿 可以現在安排過來 好 OK 黃羊補牢 黃羊補牢 立即停工 立即停工 召開聽證 召開聽證 黃羊補牢 立即停工 立即停工 召開聽證 召開聽證 好 謝謝 我先來練 蓉 我 我們在這邊練 做者練 什麼 就坐著練 這一個 小朋友 什麼 我這樣 做過 你跟我說 你做一個 顏色 好 好 人的 做者練 你做一個 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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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碍了改革的进行 此点我们深有同感 也表达出以民主程序公开透明原则 依行政程序法进行听证 总统在当下一表赞同 这毕竟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程序 同时也只是李俊逸副秘书长登任联络窗口 经过二个月又十二天的协调 行政部门再度发挥他们强大的智逐力 迫使我们今天再度集结站出来 会在今天是因为高雄市补选结果 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 打破了以往的支持率当选 人民能给民进党的信赖托付 在这一年来夺给了 我们不希望执政的民进党 谦卑再谦卑 只希望民进党还给台湾土地 后代子孙一个公道 人无信不利 言而有信是人与组织的立身处事基本之道 我们期待的并不是总统顺从我们环保团体的意志 行使特权下 令中游第三接收阵计划终止 保护藻礁 毕竟国土计划 环境生态 产业发展 能源获取是众人之事 也就是政治 需要公共公开讨论 作为决策依据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绝非零和 而是相辅相成 经济开发如果只顾一时 失去千秋也是枉然 特别是我们常年关心藻礁 错误的政策与民进党少数人的派系利益 是千丝乱缕的纠葛 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 应该站在民进党和人民之间进行协调 最重要的是真相是什么 缺电吗 缺多少 天然气要增吗 增加多少 一定要增加天然气接收站吗 有其他替代方案吗 接收站一定要建在关塘 何况还有台北港 林口港 协河 深浪和四等 如果2025非核家园 2050全面零探 那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破坏藻礁 要如何回复呢 如果公开讨论 揭露信而有争的数据证据 我们都可以接受 也务须四方奔走内耗 然而今天我们发现的背后是 中游桃源内游厂 总厂搬迁千万亿的土地利益 在党派派系分赃下 行政部门配合形式 经济部门投资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双重失效 藻礁非死不可 造成今天 造成今天与死网破的零和双疏局面 最后 升官发财 别走政治 台湾今年人口上半年已经减少了8796人 人口悬崖已经出现 如果民进党不能把未来人口 国土产业 能源政策讲清楚说明白 只是想把台湾当成升官发财的跳板 又和流亡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有何差异 今天台湾最珍贵的公共资产是得之不易的民主法治社会 希望总统捍卫宪法 要求行政院立即以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听证程序 以最严格完整的程序 进行第三天然气接收战和能源政策的听证会 让所有的资讯公开 把选择权交给人民 让想要升官发财的别走政治 这就是您最好的定位 以上 谢谢 谢谢我们现场的记者 关心的伙伴 也谢谢我们的人民保姆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谢谢我们你们共同 因为现在的方案有一个方案 那期待方案有哪些 包括整个从前测的过程一直到现在 在弄成這種尷尬的題目 到底有哪一些單位或是公司官員在外面探索 如果這些人應該要去 因為這個關注到整個國家會很大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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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